我們剛完博壽士論文的示範之後 再來就是那個 阿倫來示範一下國土中文期間怎麼查 我要講幹話了 我在那時候學校讀書的時候 沒有老師這樣帶我做 但是他會說你在大學部你就學啦 但是大學部我也不太知道做這些事情 老實講 不需要這樣子對年輕人 因為這個年輕人去康蘭拿博士之後 錄影就來罵你們 ok 小弟我在美國是讀史比領域第一名的學校 不需要這樣子 大家都是博士 所以那個程度在哪裡我們彼此都知道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在做學生都在看 平時幹話 來這邊 好這邊好 廣告文字館這邊對不對 廣告文字館的話他有一些廣場資源等等 有事沒事可以撈一撈 那我們剛才看的是哪一個 火壽士 那我現在要用的是期刊 那你可以去廣場查詢 查詢將議員 文獻期刊的話 我們就要看文獻期刊這邊 文獻期刊的時候 那所有的欄位 一般留言的話 一般留言的話 他有一個叫做AND 假設我 偏名或者是那個東西對不對 用偏名 油脂 AND也是在偏名 酸價 但是 對不起 好來 那這樣的好處當然 油脂算在你找到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他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但是他就油脂品質至測量 他就沒有酸價這個字 那你就要自己交叉測試 好那 比較廣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那個摘要或關鍵紙或摘要 摘要的時候 有些期刊幾乎都有摘要 好那或者我這兩個都開放 都用摘要的話 但是你可能會找出3000篇 沒有絕對的規則 我目標就是油脂跟酸價 好那 可以全部都我們先 範圍最小的 好片名 片名 好來 時間我不設限 來送出去 先看一下幾篇 一篇 2008年大豆油脂酸價是農藝性狀 感覺不是你要的對不對 好OK 那我們示範文照來回頭 我們要開放成 這邊開放成摘要 好這樣的話油脂品質保證 就可以把酸價放進去 因為酸價就寫在摘要裡面 來試試看 送出查詢 幾篇 我們先看 1 2 3 3篇 好了我們來看 第一篇 不是我們要的 對 第二篇當然看過了 好第三篇 市售這邊 有 似乎有一點點的接近 所以 民國66 你不會想要的 好來回頭 回頭 回頭 那我們再開放一下 再開放哪邊 油脂開放成摘要 酸價 有摘要 但是因為你已經有摘要之後 它 可能會 試試看好了 可能三篇或者 不會有太多篇 比較多 多很多 七篇 好來 我們從頭看看 看 所以我覺得剛剛這個都是很 沒有絕對的規則 但是我示範的就是從少到多 那有些你可以從多找到少 都OK 第一題 不是 第二題 第二個 好奇怪的名字 叫製造社 核子科學 好來 好來 中國農業化學會 就是我的母性 我畢業的那一年 不對 我隔年才畢業 我隔年才畢業 來 新分業開啟到這邊去 好就這塊的話 來開始看到這邊 早咬 總之性物 聚合物 所以它也是比較 是比較用什麼不一樣 酸價分析的時候 中女優上升最快 酸價分析的時候 中女優上升最快 那也就是說 其實是葵花的玉米油跟大豆油 但是它不是說 炸油 它是加熱 如果是加熱 就比較不合一般家庭用 就是沒有加到那麼多 但是 就是煎人 我懂 它在加熱的時候 也就是它純粹加熱 加穩定性 它沒有去炸雞腿 好OKOK 來那我示範一次 這樣子 其實這時候應該用什麼 用握感會比較好 只是說我剛好在這邊 一試把它弄完 好來 重點來到重點來到 重點一 到這裡 好來 它有沒有告訴你 它沒有對不對 就整算複製貼上 有些時候它會連到 它可能全文它會連過去 但是不一定 但是我們讀完栽材之後 你可能就分別去這邊找 有些時候會開放 對 啊這這這 飲用網址 我好像沒這樣用過 來 等一下把這段剪掉 好 來 來這邊 飲用網址對不對 那但事實上飲用網址不是這個是你找的網址 你要飲用網址是如果你讀過全文的時候 你去飲用是這一篇 這篇呢就是第三十五卷 第一期 什麼叫三十五卷 Volume 35 一年一卷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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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e是聲音 是體積 也是發行期間的卷數 卷數 應該講卷數 誰叫我 我不知道 我滴入來了 好來 就這樣子 然後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這裡 等我一下 好 等我一下 好 等我一下 雙加分析的時候 這邊 因為我看到是這一句 因為我們做實驗是這一句對不對 好來那就把這句複製 好到這裡去 對就這句好來那 加上自己的感想 欸那 也就是我們 預測 比較 比較 耐炸油 一 含有 中 旅 油 耐炸油 或是 純 可能中旅游的实验 可能的数值会增加 好,就这样子就好了 这句是你预期得的,对不对 这些东西的话是老人家的精华 因为我从来没有查过类似的东西 我有查过一点,没有像今天查成这样子 所以变成我也是从零开始示范 就是我多少底子我拿给你看 好,那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呢 OK,好,再来往下走 超联姐,这边 放超联姐,这边短短的不用 你看这边超联姐多长你知道吗 反正这边很长就对了 可能很长,可能很短 回到这里来 那我们这边就结束了 好,那 从此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 中国农业化学会就台南农化系 就是他本身呢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有收了很多油脂的论文 会因为像我以前的老师叫李敏雄 李敏雄教授 然后上次我跟林兄讲 诶,那个是重量级的人物诶 我说是啊 我是可以讲吗 好,我可以讲,有个故事 因为他是 洛格斯大学毕业的 洛格斯大学是全美排名,大概第三人 在我们领域 然后说,老师可不可以帮我写东西 OKOK,但是你写个 介绍文过来 我对你不熟 就是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考上公费 他知道我读食品的时候 他们通常 我看的人,我认诺你,但是我对你不熟 没有恶意 好,那 这是台湾的惯例 今天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 我通常可能不会帮他写 没有恶意 因为我对你 写的不多的时候反而 帮不上你 就像我们伙伴 听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传言 对不对 那是老师的问题 老师不能这样子干 老师这样子是很缺的 好,来,这边这样子 OK了,然后 方程等等的 好,来 结束,来 这是谁,搞不好是我学章节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大麦场及市售油脂脂肪酸脂分析 我听了就昏倒,因为他油脂分析 他一定要做水解 夾止化 之后呢,再用GEC去跑 好 那就是很多啊,西游记 我们也开启 所以没关系他自动会帮你把这些东西 油脂肪呢,这不是我们要的 OK,好 有再录啦,OK 有再录啦,OK 再录就好了 好,会 是什么 江中是日本的还是 哪边的 学报 听起来很棒啊 中文 我完全不知道 OK,那我就把它 这东西的时候 要当机了 不要这样啦 有时候录音说那个会不见 所以当机 好,来 我这台虽然是 便宜,但是CPU的话 CPU的话是算中上等的 算中上等,好,来 我再查一点点资料 再在那边,好,来 等啊,等啊,等啊 因为我其实没有其他东西关掉是OK的 那我们 正机闲聊好了 关闭 回来了 关闭啦,OK重新开始他会回来原来的地方 你看我会抱怨,但是我不会 因为抱怨而不做事 所以至少我觉得还不会让人家 瞧不起啦,至少我们会做点有失智的事情 出来啦 是因为开太多网页嘛,好,来,我关一点点料好了 好,那既然录影录到现在,我就先讲好了 为什么这边,因为这边会挡住我的分页 所以用这个好了,那这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好,这个 这个是那个查过的,好,来,这个先关 就是假设我们要用绿油的这些东西,你看我笔记都写了 对不对 就是 我一个人做,两个人,三个人,我团队都有笔记 所以一直强调共辩,就是这样子 好,来,这边我把它关掉 好,来,那我们先 前往下议题,看到这个 这个是那个大臣各类用油 各类用油的话,它有不同价格,有 沙拉油,中铝油,纯榨油等等的这些东西 好,那刚才我们看过说那个 中铝油就是中铝油,纯榨油的话是 黄豆油写第一个就是成分最多,第二有写中铝油 中铝油还有一个东西,巧克力酱 类似像巧克力抹酱的东西的话,排第一名的是油 而且是中铝油,不是巧克力粉 好,但是我们已经被训练到说 我最常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回乡下的时候,我爸爸就拿 买花生油,来,阿远你闻一下这个味道 大概六成是麻油,四成是花生油 他说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纯花生油,我昏老了 蛤 对我问的是六成是麻油,混四成的花生油 原来我们的训练的味觉是吃到那种调和花生油 身为食品博士的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 就是我们被框了那么久,都以为那是花生油,那叫花生调和油 所以那种东西,我不是讲我的笑话给你们听,是说 我们被蒙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不知道 我父亲那么年代,我们小时候吃的,我们小时候吃的,我们小时候吃的脱豆油的这种味道 这明明就是麻油嘛 代表我们没有闻过纯的花生油 所以 这就是那种经验上的东西 怎么讲 有些生活体会上的东西,演讲才会有趣啦 好来回头回头,所以 这边我们刚才看到那边论文说,他的酸价增加会最快 OK,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还拿到更细节的资料 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操作 要不要炸鸡坨,要不要炸东西 那是我们炸什么那个 炸地瓜球 就是不知缺乳 所以 压了他压了他,所以 我从小附近就跟我讲,不要轻视 即使那种 菜市场,你都不要轻视他们能撑那么久 来 大神耐炸油 我对某品牌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我搜寻搜不到什么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些东西 那这一桶大概 那时候杨中文就讲了,他说,哇那你长那么多 我有去那个全国事在广场一拍照 我没有感觉啊 没有感觉 好来OK 这边先关掉,到时候给我当机了 好这边我先把它 他 我先复制好,然后到时候再去找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光是读资料你就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东西了 Ctrl V 贴上,他会把格子都贴上去 Ctrl Shift V 贴上,他就会变小 OK好你抓到,我再次Ctrl V 贴上的时候 他的格子,格式,颜色,超连结都在 回不上一动,Ctrl Shift V 贴上就没有这一块 他就没有格式 好这从旁边看过来的,好来把这个关掉 好然后在旁边看 嗯 油资展望88年报 这个东西就知道有这种东西 下一个空气中,通话放清证度,先掉这个好家看过 OK好,现在就好了,这个功夫要自己去花 我点到为止 我们再看一边的,我们就可以休息了 就看下个主题看专利 或者看那个好 什么什么 英文的 如果是要查有 我们先看台湾专利 再看英文 Google资料 看Google资料 再看Google Scarlet 再看 英文 Pubman 再看 对不起,我当机 再看 美国专利 美国专利比较小 他其实我后来查到 查一些东西,他就跳有Google专利 那就知道Google专利一定跳很多国家 好嘞,OK 所以英文你主要还是用 美国专利 看情况 看你要查多细,因为我近期这一两年查的几乎都是 广型的 广型的,所以我用Google专利就上了 所以要看情况 有十七笔嘛,对不对 我是 培草,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但也许你有看过去,对不对 茶籽油,假设你可以借到一台挤压剂那种的话 因为 士兵占有 其实可以借得到 那我弄一些东西来做压榨 例如花生或者什么的 又可以,但是那个 很费功夫 很费功夫 成本看情况 光学检测抽都不查有名字 是同一个吗 同一个吗 好像那个作者的第一个字 我没有注意到 台湾农业化学与食品科学 有这个棋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我认识 我的前辈 那个化学系后来读台大史科所 然后后来在那个 实践教书 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 几个月前吧 对对对对 好来,这边 严度 你这样 回销 49匹 我的天 所以他只有用一种油 大豆油 嗯哼 然后可以测这么多东西 来,第一个我懂的办法 年度要年度计 我们没有 我们那台我觉得不是年度计 算价呢 就是我们即将要进行的 好,再来 回箱 P P应该是Pera 就是有本环的那个Pera 民间队 Pera的 回箱安指 这什么我也不知道 贡恶酸吸 这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OK 油炸薯条品质 水分油脂硬度颜色 这个可能比较感官的 使用6公升 每匹是400公克 油炸条件100 没发现他写的很细 对不对 然后 炸49P 跟我们 那个同学讲 不要换 鸡腿要不要换这个 鸡腿不是换正照 鸡腿换薯条 好,国家显示新鲜年度是这个 这个我不熟 我做过年度测试 但是我完全忘记了 回来就好 酸价是这个 酸价这个东西高货地 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查 酸价高到什么程度 会带的 腐败要什么品质 我不知道再去查 所以他会到这边 这个值是这样子 经过49P之后 年度增加 年度增加 那我回一个问题 你 我简单我不懂 我讲酸价就好了 酸价他没有撰BOB 没有 BOB一定报 酸价的时候 我们在做 分析的时候 他是新鲜的一个 炸完49P 我猜49P可能是 某某 饮料店 他们 素食店他们的 工作次数 我猜啦 我猜是那边来的 好来 你在跑分析的时候 因为你一次检验分析 你做前制作业的时候 像你是跑六坪 对不对 你会一次跑完 做一个炸一批 跑一炸一批 还是取完样先冷冻 最后再一批来跑 而且你看测年度 测年度是一个样本 酸价是一个样本 这是一个样本 这是一个样本 水分好像是一个测量法 对不起 一个测量法 有志好像一个测量法 印度一个测量法 也是一个测量法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 假如我今天先冷冻起来 对 那我下次要测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温到180度 不是 是看他实验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实验条件是什么 OK 因为我们工作上的顺利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用 那你必须假设 或者你有别人的影 你为什么会有冷冻 冷冻你就确定 他氧化不会氧化吗 不会增加增加吗 我们引用某某文献的话 他是冷冻的 所以我们推测他这边 影响会比较低 我自己事后在做的时候 真的影响不大 是全部都一起人都一样之间的话 在硕士里面有些时候他不懂他会问你 有些时候他会问你的逻辑 有些时候他很懂他是要问你 你到底懂不懂 假设他是有一次专家 我告诉你我做过我放冰箱之后 放一天放两天付80度 就是有差 你不能这样做你马上做 老师你在那边讲吗 不要口哨才跟我讲嘛 而且会知道 刚才是模拟行径 那这样子对不对有这一批资料 事实上你们发现我们思考到的工写 就一次6公升 那你们讲取样多少 他没有写因为他不用 灾药不用写 他一次取样可能取多少 他必须足够这些 然后取样 炸前取一次样 炸后取一次样 至少取两次嘛炸完49匹之后嘛对不对 所以他是49匹 油炸 全部炸过的油 而且炸完之后他一定会下降 而且会把油会被带走啊 所以他就是 对还有这些东西 对还有这些东西 好来那我这样子OK我把这个 你看其实他后面是什么你知道吗 后面是 表格这个表格是有html写的 OK好来 你赶着回家吗 我快速把这边弄完 一股作气把它弄完 好明天再用那个好了 好来到这里来 你们超连结 引用格式 这什么东西 APA的话我记得是 美国心理协会还是什么都忘记了 我没跟 Psychologist Association APA我忘记全名字 我前 上个月才读过 芝加哥格式 Style不是 不是那个 Style全名叫做热闻格式 是啊 然后 那个 来假设我把 E去掉 然后加上 US呢 Stylus是什么 气死了 我先两个再看 你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手鞋笔 哈哈哈哈 我在美国买手鞋笔的时候 读这支的才知道 Stylus是这个 Stylus还是Stylus 我不知道 就是 读英文的好处 我去以下这个地方好 那你说Style 对不对 你是不是Style 风格 没有没有说风格啊 对不对 Fashion style 它叫论文格式 但是你是美国人 你读Style 你知道人家论文格式 但是对我们 翻过去的 就叫做 论文格式 The Formal of Thesis 他们的Style 你穿的很长 你穿的是白色系 黑色系 那语境之间你整不过去 好来那这东西就是说 你们论文的时候是用 MS我忘记了 去查一下 他有个 MSTAR 我等一下才给你看 他以美国常见 你把它列出来 他会有 APS最常见的 上次看到APS什么地方 APS 上个礼拜而已 上个礼拜而已 是那个吗 整个写在写中文 对 写地告的 那张内文 对 那什么地方 我用国内门离舊教证的时候 会选择 你要哪个Style 对对对 那边 好厉害 就这样 我故意问你们 就有意见很深 他要让你选 论文格式 那这个论文格式到时候在那个Google Google Scholar里面也可以选 我在想你 因为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这样子用然后刚好跟周老大在那边 摸索 就知道了 因为我有经验我会跟你讲这一块 对他而言 他是什么 人物人物 年份 姓名 期刊 眷数 篇数 时间 OK 叶树在这里 那个 Chicago 不是CH念 许 不是念曲 Chicago 我不晓得什么是念许 不是念曲 Chicago 名字 然后呢 标题 标题用 我不晓得我们的括号 好 然后期刊名称用这个 眷数 12卷 第一篇 不是第一篇 我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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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年有一卷 他是第12卷 第12卷里面可能一个月一篇 可能两个月一篇看情况 2021 1.02 这一串 那这个是一样 很类似 OK 那等一下我会 Google Skyo 我会再跟你讲这一块 好来那我把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先复制贴上 对不对 然后有没有超连结 汇出书目 汇出书目比较复杂 我忘了不多 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点 来我先帮 引用迁入语法 在这边 引用网址 好OK 好复制 复制放到这边来 好就自己去读 好读完之后再写笔记 好 OK来那我们就先休息了 然后等一下跳到那个 中文的 专利 好OK